听听诗教 大家好 我是唱古文讲诗教的婷婷姐姐 儿童教育从诗教开始 你知道一年有哪几个季节吗 春夏秋冬 对 非常好 最能够代表春夏秋冬的花朵 分别是什么呀 春天是粉红色的桃花 那夏天呢 是亭亭予予的荷花 秋天啊 就是清香的菊花 那冬天是什么呢 没错 梅花 傲霜逗雪的梅花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王安石笔下的梅花 长什么样好不好 在寒冷的冬天里 鹅毛大雪从空中飘落下来 到处都是白矮矮的一片 大家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这时在墙角边 有几只梅花 坚强地开放 但是墙角堆了很多雪 所以也看不出来有梅花 可是诗人王安石 一下子便猜到了 因为梅花有淡淡的幽香 一阵一阵 从远处隐隐地飘过来 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梅花 墙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瑶枝不是雪 唯有暗香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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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描写的是梅花 那王安石是怎么写的呢 他说梅花开在墙角 虽然冬天很寒冷 万物凋零 但是梅花不害怕 它独自开放 墙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那梅花有什么特点呢 王安石写道 瑶枝不是雪 唯有暗香来 梅花的香味啊 非常的幽远 暗暗地飘过来 你闻过梅花的香味吗 那接下来 跟着婷婷姐姐 一起来唱一遍这首 美丽的诗好吗 唱 唱 江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唱 江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唱 江角树枝梅 临汉不知态 要知不识学 唯有安向来 唱 要知不识学 唯有安向来 说到王安石啊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也是历史上很出色的改革家 他一生呢 都在努力地进行北宋的变法 但是不是那么地顺利 常常受到顽固派的抵抗 他处在那种艰难又孤独的环境中 但是王安石和梅花一样 坚强 执着 而且高洁 所以唱这首梅花的时候 我们也要唱出那种 坚定 昂扬的气势来 哪怕有苦难 哪怕有挫折 我们依然可以笑对人生 好不好 好 好 强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 要知不识学 唯有安向来 今天有哪些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唱古文视频呢 赶紧去看一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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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咱们 今天 教的梅花 你学会了吗 婷婷姐姐希望你可以像梅花一样 不管在哪里 哪怕是严寒 都可以散发出忧香 开放美丽的花朵 那你如果会唱这首歌 可以拍成视频 发送给婷婷姐姐 也可以关注婷婷师教公众号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最后可以在喜马拉雅FM 搜索订阅婷婷师教 收听同步的音频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三二一 我叫孙丽媛 我九岁了 我来自上海 我叫潘悦 我叫段奕竹 我叫林兴长 我叫林兴长 林兴长七岁 我叫王外卢 我叫白可欣 快来加入我们吧